人民日报 经得住琢磨的人物角色 创造更多深入人心 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这才是一个演员应该做的 这狠狠打脸了之前个别的媒体 联合黑鹰消耗 为了打击抹黑竞争对手明星 而炮制的维文评论 他们宣扬 只要没考上大学 就必须是绝望的文盲 不该有前途的 该被一杆子打死 批判到底的 而事实上 我国目前上有81%的人群 考不上大学 维文评论等于关闭了 10.5亿考不上大学人群的发展之路 把他们统统打入 死牢 也就是说 这10.5亿人 再如何拼搏努力 也必须被无情嘲讽 蔑视 这是对他们极大的不公 也是对于国家鼓励的 职业教育制度的蔑视 条条大路通罗马 行行出状元 比如 中华全国总工会 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联合评选的 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有十位得奖者 他们都是文凭不高 但是在平凡的岗位上 做的精彩 为国家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 你能说他们不是人才 不值得尊敬和学习吗 所以 唯文评论是万万不对的 更不能被别有用心者 当作武器 来打击抹黑 积极向上向善的人们 官媒就要发挥 正能量价值导向 反对公权私用 为了利益恶意带节奏 抹黑无辜者 为了利益宣扬唯文评论 有学历 不等于有文化 创造更多是深入人心 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才是演员的最高修养 请不吝点赞订阅